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試求平面上兩直線 L1放式為6x加8y加5等於0 和L2放式為-4y-3x加6等於0 是距離 那麼首先 這直線L1 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3x加4y 然後加5分2等於0 L2 這放式呢 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整個移項過來 這3x加4y 然後-6等於0 這時候這兩平線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把它畫為一致 所以呢我們運用兩平線 間的距離公式 這距離低是等於 分母是根號 3的平方是9 加上4的平方 這是16 那分子呢 是取決略值 然後常數相減 所以呢 這是2分之5 去減掉-6 那麼負得正 所以呢 這裡是加6 那麼分母呢 是根號9加16 也就是根號25 那分子呢 那分子呢 是決略值裡面 2分之5加6 也就是2分之5加2分之12 所以呢 這是2分之17 那麼這等於 分母 5 更號25 這是5 那分子呢 2分之17 取決略值 也是2分之17 因此呢 我們就算出 這兩平線 間的距離為 2分之17 去除以5 那麼答案是等於 10分之17 最後一個答案